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坐在床边的这两个小伙子是杨曲县的大伟和小伟兄弟两个 而坐在兄弟俩旁边的是他们七年未见的母亲张大姐 这次呢大伟小伟兄弟俩是专门从杨曲县来到新州宁武县寻找他们的母亲的 可是啊面对兄弟俩声泪俱下的恳求 张大姐呢却显得有些冷漠 七年了这兄弟俩苦苦寻找母亲 如今终于找到了 可是呢并没有出现想象当中的母子啊相拥而弃的那一幕 那么面对苦苦寻找了自己七年的两个儿子 张大姐为什么是这样的态度呢 在这家人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二十多年前 尹师傅惊人介绍 与张大姐认识并结了婚 之后生下两个儿子 刚开始一家人的日子过得也算是其乐融融 张大姐人比较勤快 家里家外都是一把好手 因为尹师傅为人比较老实 夫妻之间也很少发生争执 家里的事也都是张大姐做主 而张大姐对公共婆婆也很不错 这对夫妻渐渐成了村民眼里羡慕的对象 除此之外 对于自己的两个儿子 张大姐那更是疼爱 都说呢 这家和万事兴啊 十几年的时间 这家人的生活呢 也慢慢的有了起色 还把新房盖起来 眼看着日子是越来越有盼头 可就在这个时候呀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2015年的一天早上 张大姐呢 突然说要去城里换牙 然而等中午尹师傅到家之后啊 眼前的一幕可把他惊呆了 除此之外 家里的结婚证 户口本这些 也都随之不见了 看到这些 尹师傅当下就意识到 妻子可能是带着东西 离家出走了 没有人知道 他到底去了哪儿 也没人能猜到 他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 眼看着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 张大姐呢 却莫名其妙地离家出走了 所有人都想不通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而此时呢 他的大儿子才刚满20岁 二儿子才14岁 母亲的不辞而别 带给两个孩子的影响啊 那无疑是最大的 那么张大姐当初 为什么会离家出走呢 她后来又是怎么来到的宁武县呢 众人口中的好妻子 当初为何要一走了之 口口声声说受了委屈 她到底遭遇了什么 儿子苦口脱心相劝 离家七年的母亲能否回家 妈 你能跟我回家吗 她在身边正在讲述 山西一新唐大药房 与山西广播电视台 共同发起 长道关怀20年 爱心公益活动 即日起至6月30日 患有高血压的便秘患者 拨打400 880 2755 报名参与 会员专项价值198元 关爱大礼包 一新唐门店购买开赛录 加9.9元 多得价值29.9元 香丹青体验装一份 经常便秘 认准香丹青 大便干节 排便费力 排便时间长 排便量少 用香丹青排科研胶囊 温和通便不刺激 帮助规律排便 经常便秘 认准香丹青 血液粘稠 就怕毒了心和脑 经常头晕 头痛 血热 乏力 你需要清血 清血八味片 粘稠的血液 缓慢流进心脏 流过大脑 容易引发 头晕 头痛 血热 乏力 就怕毒了心和脑 清血八味片 三百年轻血 三百年轻血 古方 专要轻烘血 祝您血液不粘稠 烘血清 心脑好 专要轻烘血 孟奇 清血八味片 大便干节 排便费力 排便时间长 排便量少 用香丹青排 科研胶囊 温和通便不刺激 帮助规律排便 经常便秘 认准香丹青 黄鹤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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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病 得治 怎么治 抹药 抹药治疗黄鹤斑 开始 斑力禁排 升级软膏 以医学为依据 治疗黄鹤斑 改善面色少滑 是国家批准的 国药准字号 专利药品 斑力禁排 升级软膏 抹药治疗黄鹤斑 抹药好得快一些 斑力禁排升级软膏 黄鹤斑 你开始抹药了吗 久坐久站 用腰不当 容易引发 腰疼腿疼 腰细酸痛 陈里记 输筋健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 引发的腰疼 腿疼 腰细酸痛 强筋骨 趋疼痛 输筋健腰丸 对证 哪个是你 哪个是你家老大了 面对多年不见的两个亲生儿子 张大姐的反应却出人意料 坚决地表示 自己不想认这两个儿子 儿子们想不明白 这些年 母亲究竟经历了什么 难道她不知道 失去母亲的这七年来 她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吗 最近这几年 我们有时候都不愿意 回来没用 家不是家 家不下的家 就像这回过母亲结婚 想着给妈买什么东西 我还想着买 买的东西 你说我给谁 我哪送 电话给我 我怎么联系 小时候就忘了 无数个夜晚 两兄弟都曾梦到过 和母亲再次相见 然而梦醒的时候 只有惆怅和痛心 他们多么希望 有一天 母亲能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 家里面 委屈我们那些 我们也不关系你 那些 你跟我们回来 我们好好会就行 我最想见到她的就是 我亲手叫她 拿拿拿拿 跟我回家 这那点不好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 两兄弟呢 也都长大了 而且都找了一份收入还不错的工作 可是他们对母亲的那份思念 却没有丝毫的改变 直到后来 两兄弟偶然间得知 母亲现在啊 就在宁武县 于是立刻动身去找母亲 可是啊 认谁都不会想到 当母亲的 竟然不认自己 阔别七年的儿子 那么张大姐 为什么会如此冷 七年前 她狠心抛肤弃子 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我们了解到 张大姐现在住在宁武县西马芳香的老张家 老张今年六十三岁 之前一直没有成家 那么这个老张是谁 张大姐怎么会住在她家呢 据尹师傅说 老张曾在尹师傅所在的村子养过羊 当时曾雇张大姐去干活 这一来二去 两个人就有了联系 自此以后 尹师傅与其子张大姐之间 就矛盾不断 而就在2015年 在老张 离开阳区县 回到宁武县的第三天 张大姐就突然离家出走了 那么 张大姐对于自己当年的做法 又会怎么解释呢 刚大姐说 当初正是因为丈夫一家对她不好 甚至多次家暴她 她才忍无可忍离家出走的 那么 实际情况是这样吗 在这件事情上 双方各执一词 至于实际情况到底怎样 一时间就很难说清了 按照张大姐的说法 当时自己离开这个家 也是无奈的选择 我去台湾该活 我有一次 我说她开始活着 这么大一个单米 我说我给你活米 都用不用 你这给我保 都不用你 我说开机她客历 没有人心疼她 对啊 那你为什么选择张老张 她对我活 她不对我活 她哪方面对你活 哪个人对我活 特别能理解你 哦 理解我 所以你觉得这个男人懂你 知道心疼你 哦 她心疼你 可能是生活中 确实有一些不如意的地方 所以老张的出现 让张大姐觉得 自己找到了一个 能理解她的人 之后 两个人越聊越投缘 两个人的这种做法 那显然是违背道德的 而在这之后呢 两个人又以夫妻的名义 生活了这么多年 这显然已经涉嫌重婚了 对于张大姐来说 假如日子呀 真的过不下去 你可以选择离婚 给双方一个交代 而张大姐呢 因为一己私欲 一生不坑的离家出走 是对婚姻 以及孩子极大的不负责任 然而尽管如此 尹师傅和两个孩子 还是希望张大姐 能够重新回归家庭 那么张大姐 她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不会 不会 不会的 我先把我来坐在那里 阿爸 妈咬吧 你把我来坐在那里 阿爸 妈咬吧 你也行就来 你也要坐在那里 阿爸 爸 妈咬吧 你也要是你的来 你也要是你的来 阿爸 我给你看看你是你的 来修吗 妈咬吧 坐在那里 让他把你坐回来 不会的 无论大家怎么劝说 张大姐就是铁了心 哪也不去 而且一再坚持 就是要和尹师傅离婚 看到张大姐这般态度 尹师傅也死心了 你说你放我 你放我 你放我 都说强扭的瓜不甜 婚姻如果真的进行不下去了 离婚也是一种解决办法 可能是这么多年 对母亲太过思念 尽管母亲不愿意回家 大伟小伟两个兄弟 还是希望能和母亲 一起吃顿饭 对于这个要求 张大姐也答应了 最后母子三人 来到了一家饭店 看见了 看见了 行不行 妈不满意了 那糖满意 都没想过满意 那也就结婚你的朋友 如果 那不处理 那肯定的结婚你的朋友 不在意大人 不在意大人 你和他不在意大人 还能不管我俩的下来 这家里 让你给吵爸 还能你都不管了 满意都满意了 这次的 难行 毕竟血浓于水 对于自己的两个儿子 此时的张大姐 也不再像之前那样决绝 而是有了一个母亲 该有的表现 下部就是吃完饭 看人家是愿意跟我们回去 我们就拉人家回家 反正再做一做 她跟我说 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 但是啊 应该是以不伤害别人为前提的 婚姻期间 跟着别的男人一走了之 你是痛快 可你忘了 你还是别人的妻子 你还是孩子的母亲啊 你这样的做法 失去了一个人最起码的责任和担当 而后呢 跟人以夫妻名义同居 更涉嫌违法 说到底啊 做人呢 不能太自私了 既然两个儿子不计前嫌 我们也希望张大姐能为两个儿子做些什么 就当作是对两个儿子啊 因为你而遭受的伤害的一种弥补吧 加投入 减负担 纾困难 拖市场 筑器纾困 应变客难 山西再行动 融平台连天下 欢迎下载山西广电黄河plus 手机客户端 了解更多山西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